沈士鹏松口坦言配不上小时六岁嫩妻 原来女方的家世背景超强大 沈士鹏松口坦言配不上小时六岁嫩妻 原来女方的家世背景超强大 43岁的艺人沈士鹏是台湾 非常出色的男演员 像是在戏剧夜市人生 清兵日记 世间情 甘味人生中他都拥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据说更因为一张斯文帅气的外表 让许多诗乃吉的粉丝都为他倾心 广告 请继续网下阅读 图翻设字网络 下头 近日在本土剧甘味人生饰演 可与桑儿子的沈士鹏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正是该剧反派角色 无花的老公 据说年龄相差16岁的他们 见面第五次就决定要结婚 据说都是因为 广告 广告 请继续网下阅读 现年43岁的沈士鹏在2011年时 与老婆李欣在台北登记结婚 据说当初两人靠朋友介绍 请继继续网下阅读 夫妻俩之前一起上节目时 沈士鹏坎言觉得自己配不起他 因为李欣的家境背景不凡 爷爷又是山东省海洋县的副县长 加上远距离的关系 让他们两人原先一度想放弃这段感情 不过没想到沈士鹏阙 广告 请继续网下阅读 李欣也泪风表示 我有时会有点任性跟霸道 感谢沈的包容与疼爱 李欣坦言 那时候没有想到结婚 那时候我才22岁 结婚离我太遥远了 不过沈却在第四次碰面时 就都能提亲 让当时的他感到相当吃惊 广告 请继续网下阅读 而沈士鹏说自己之所以会如此冲动 当时两人视讯时 沈士鹏感受到李欣 对于远距离恋爱感到疲乏 为了不让这段感情就此结束 因此他决定贸然提亲 广告 请继续网下阅读 李欣也表示 交往时无论我付出怎样的努力 都看不到这段恋情的希望 直到沈的果决提亲 才递下了两人的婚姻之路 而近日在本土剧 干为人生拥有高人气的吴花 据说是大陆广播戏剧系的高材生 在大陆也常常出演戏剧的 他常常会给予老公演戏上的建议 不过当他接演是奸情 干为人生时 却因为他与不够轮转 因此常常被审亏 不都是奶在指导我怎么演吗 最后当俩人被问到 是否有考虑过夫妻当同他演出时 沈士鹏表示 我不喜欢夫妻一起工作 整天黏在一起受不了 不过虽然两人曾同在甘位 但剧中角色不会对到戏 所以没关系 另外他也不在意老婆有亲热戏 因自己也演过吻戏 床戏 并笑说 老婆交代 只要我多赚些钱 每天拍亲热戏没关系 看到吻花讨喜的演出 只能说沈士鹏 还真的是好福气啊 希望这对另类的荧幕夫妻当 未来也可以推出更多新作品 让粉丝们天天有戏追锅 快把超恩爱的他们分享给更多人知道吧